这次我来自己直播 自己开一个直播,简称自己直播 先感谢一下我上次直播的时候 大家送我的礼物 因为呢,有的没有 感谢上 谢谢P-R-A-T-A-Z的应援棒 谢谢三月的香水 我也不知道,也不是拘警吧 就是 就是拘警吧,也许是 也许是吧 也许又不是吧 不知道呢 哇,我给大家说一件事情 算了,其他成员还没有讲 我就不讲了 只不过我们最近要收拾东西了 我很饱 我今天本来就不怎么想吃饭 其实 因为我这一天吃多了 而且真的脸很圆 你们看我的手 就是我以前是那种 我以前是那种感觉 就是 嗯,这种感觉 现在就你看 现在就你看 都已经见不到那种骨骼感了 所以真的胖了 所以真的胖了 不告诉你们 不告诉你们 我在开直播 空调没有开吧 空调没有开吧 是的 吃 只吃完了 嗯 吃是吃完了 但是我好像 嘿嘿 其实我也没有吃多少 我吃的很少 哎呀,我最近感觉我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和你们分享 但我就是想开开直播 嗯 为什么开直播 因为我感觉 我的脸圆润了 好像 就是 我之前很 就是之前瘦的时候 这是凹进去的 现在胖了 居然鼓起来了 就感觉好像 轮廓就很流畅了 就也没有那么的 丑 但是肯定在 镜头前 肯定会不好看 但是 在 直播 就是因为有美颜的功能嘛 所以就 还是 可以看的 我今天美童不是找不到的吗 然后我就立刻下单了一个 然后 我 在最后的时候 他都快送达了 我找到我的美童 然后我到现在都没有去 去那个 逃退 到现在都没有去拿 而且刚才知道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有一个中心外面的人 他来我们这里偷外卖 我的天 谢谢 P-R-T-R-H-E-L-I-O-S 信号J 大家以后能不能避免不要起英文ID吗 或者起的短一点吗 我就觉得偷外卖真的很神奇 因为 我 我甚至 我是相反的那种人 因为我就是那种 比如说 大晚上的 我想 突然想吃个什么东西 我就会点个外卖 然后等到他来的时候 我就已经不想吃了 或者是我已经困了 我想睡了 我实在是 懒 因为懒的下去拿 我就把外卖就搁在那 然后一搁就是好几天 我会经常这样做 但是我没有想到我的天 居然会有人偷外卖 很神奇吧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对呀外卖也偷 我们的外卖是在那个架子上 保安是在里面 我们那个门 旁边有一个玻璃 然后中间是空出来的 然后他也会 他们会把那个外卖 从中间扣那种 伸进来放在架子上 所以这就给了一些人 有机可乘 天呐我好多东西啊 我晕 我给你们讲 我之前有一段时间 特别难过 我甚至有了离团的想法 我买了十个大箱子 我买了十个超大的箱子 然后一直在下面放着 等我回来的时候阿姨说 你买那么多箱子干嘛 我说哎呀我我想寄点衣服回去 哈哈哈哈 啊对 然后就现在就用上了 谢谢三元的喜鹊闲枝 正好可以去把我那个箱子 拿上来很大很多的 我买了超多的 没想到吧 居然能用上它 你们还没有告诉我 我今天妆容哪里不一样 哪点不一样啊 是不一样的好看呢 还是不一样的丑 没有之前好看 我只是说我曾经有这个想法 曾经 清秀了 为什么是清秀啊 为什么是清秀呢 那我之前是不清秀 那我之前是什么 我之前老 我之前我之前很老 因为这个妆我画的很匆忙 我我们不是六点半还要去开会去顺流程吗 我是 哦我是六点起了床 我是六点吧 我记得我其实五点多就醒了 醒了之后但是我就不想起来 我就一直摸摸到了六点 嗯 六点起来之后去洗脸刷牙巴拉巴拉各种的 然后弄完之后就已经十几分了 我就用了十几分钟时间弄完底妆 画完眼妆 画完眉毛 然后就剩一个嘴巴 还有其他的修容之类的 我就下去开会了 对 是六点半 是六点半开会还是几点开会来着 然后 然后开完会之后就已经七点多了 现在多回来就把剩下的画完 所以就今天化妆化的也很敢 我我这哎 其实也差不多了 就也差不多 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这个灯光显得我好看 我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好看 我在现实生活中 脸贼大 眼睛贼小 嘴巴也大 门牙也长 眼睛吧还是个大小眼 嗯 还没脖子 然后还黑 然后 嗯 然后最近还有了小肚子 腿也变粗了 嗯 所以我的现实生活都不好看了 哎 哪有黑自己 我说的是个实话 就是 我总觉得其实胖一点好看 我觉得胖一点现实好看 但是胖一点上镜不好看 所以要瘦一点 瘦一点现实看一般有点显刻薄 但是上镜就还可以 就比胖的上镜好一点 哎 我有小肚子了 我是没敢给你们看 嗯 对呀 确实不能 就是你看我现在现实看着 哎刚刚好 但上镜的话就贼胖 就觉得这人脸好大呀 脸盘子真大 所以你现实就要很瘦很瘦 瘦到我这都凹进去 我之前这是凹的 然后上镜看 脸就能小一点 哈哈哈 谢谢本期的音源棒 妈咪妈咪哄 妈咪妈咪哄哄 谢谢超无奈的音源棒 对呀镜头会拉宽 我好想玩剧本杀呀 如果能 48能做一个剧本杀的APP 和大家一起玩就好了 哇我现在就无敌了 不至于不至于 狼人杀我不会玩 我不会玩狼人杀 我也不喜欢玩狼人杀 我就觉得很难 每一次我玩过之前玩过 一开始就把我偷走 无语调 偷走就偷走吧 还说我 说我什么混淆视听 带带带跑他们 烦死了 我明明没有 很认真的在玩 对呀 他跟谁 哎 你在里面 我在直播 不是我找高人 我就给你说一声 我在直播 好的啊 这本杀我想当女人 是 啊你们去干嘛 你们要去吃饭吗 不是 啊 八一号的剧本杀 别忘了 没到点嘛 十天五十五准 十手 很好听 十天五十五准 你干嘛是 有点 姐你开心 好黑哟 好黑哟 你拨 我拨不拨 你拨不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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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迷上了剧本杀 太好吃了 哈哈哈 哎 剧本杀嘛 抽到的角色 都随机的嘛 这倒没什么 还好啦 我就烦那种 嗯 我烦那种 那些有些本很长 真的太长了 看得我 难受 就喜欢那种 简短一点的 就是 呃 有的任务就会给你说什么 你要先找出 呃 为什么 然后 你还要再找出其他的一些 巴拉巴拉之类的 就很复杂 可能 我的水平不适合玩那种 复杂的 谢谢三元的奶茶 嗯 刚才我 那个 点击人数 没有到一千五的时候 我就看到 一大拨人 来到我的房间 来给我刷那个 我就觉得 哇塞 大家真好 谢谢 gaz的 星空而坠 为什么不是n哪 怎么变成a了 脑壳疼不至于 就是觉得很很困 就我都看困了 不喜欢玩那种很复杂很长的 可怜巴巴 我也会做这个表情 如果我的眼睛里 买一个 美瞳 是戴那种 亮闪闪的 哈哈 就这样盯着看 盯着看 他这个嘴巴是怎么 啊他嘴巴还是张着的 算了我嘴巴太干了 我才不要做这个 啊 嗯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刚才坐到下面老困了 好困呀 我就觉得我目光呆滞 好困呀 我的内心就一直想着 好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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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玩到了第三届总选 然后现在游戏还开着呢 一直开到了现在 就按暂停 就那个背景音乐一直在响 走到现在都没有关电脑 我觉得玩久了就没有意思了 就不停的 不停的 出唱片 不停的开演唱会 搞总选 嗯 好累呀 就玩久了就 还好啦 我不热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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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交代了两只船 啊 你们这些人 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什么 要一心一意 看偶像也是 要一心一意 你看 在游戏里面 你不能跟其他的成员 不能同时进行 但是在王子这里 王子是允许你们出去浪一浪的 允许你们去浪一浪 允许你们花心 但不允许你们花钱 再重复再重复 谢谢念念的奶茶 对你们的宗旨就是浪浪不花钱 钱留下来给我花 这是你们的使命 记住了吗 对 对别人就都不要花钱 钱留下来给我 嘿嘿 花在我身 花在我身 记在我心 来年等我 冲进总选的舞台 冲进总选的宝座 我定会铭记在心大家的恩情 破肚是个反面 反面教材 不要跟他学 他把自己吃的白白胖胖的 饿死 你看我们这小五香 饿的瘦的成什么样 他自己吃的白白胖胖的 我又黑又瘦 我真的跟个非洲难民一样 又黑又瘦 一排成员走过去 就我最黑 我把美我把美白一关我瞬间就黑了下去 我我听了那个阿雷剪的那个卡尔特 是我电台的一段话 我听完之后觉得 哇塞 我怎么讲那段话的时候这么的温柔呢 哇塞 天呐 我把我自己都给听的愣住了 这真的是我自己讲出来的话吗 怎么那么的温柔呢 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 天呐我当时是什么样的语境 我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 总会瘦下去的 我就感觉 我好像平时不是那个样子的 怎么突然那么的温柔呢 神奇 我的胳膊也胖了 烦死了 烦死了 胖死我了 胖死我算了 胖死我算了 我们最近好像也没有说什么 公演安排 大家都请假回 大家都请假回家了 大家都纷纷收拾行李回家了 搞得我也有一丢丢 但但凡我还有钱的话我就出去玩了 是什么限制了我 是穷 是穷限制了我 只能躺在床上 只能待在中心 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别人一个一个拉着行李箱 走出了中心的大门 我也想跳公演 真的没有公演的日子 我胖了这么多 我真的没有公演的话 完全不节制自己 我真的是想瘦都瘦不下来 我不回家呀 因为我前段时间才回了家的 我就不想回去了 因为我回去的话 回去其实也没啥意思了 因为我上次 还有上上次回去的时候 我的小伙伴 就是都在忙 就感觉好像他们都有自己的事情 都在实习啊干嘛的 就我最闲 我回去就是在放假 就也没有事 无所事事 喊他们的时候 他们说 啊我今天要上班 啊我明天要上班 哇我后天好不容易休息 让我在家里躺躺吧 没意思没意思 我回到家里甚至是打地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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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下来的 你放心 我不敢 我哪有那个 我哪有那么大的劲儿啊 好玩的本 还好吧我觉得 剪短的那种都挺好玩的 不 我要说话 我要我想到哪我就讲到哪 我们要出去 稍微 稍微 我和泡沛 对 他们两个是那种 我和泡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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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讲了 但是你们还是会知道的啦 欢乐本吧 欢乐本 感情本我没有 我最近也就玩过几个吧 也不是很多 玩的都是欢乐本 还有退里本 对就玩了这两种的 其他的还没有玩过 嗯 我不垃圾 明明是你们垃圾 你知道你们 你们知道你们为什么垃圾吗 你们才是最垃圾的 你们垃圾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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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想想 你们垃圾的事情太多了 嘿嘿嘿嘿 我觉得 我觉得你们垃圾的是 经常惹我生气吧 经常惹我哭 谢谢明260的玫瑰花 经常惹我哭 哎 我曾因为你们泪流满面 但是你们却根本不知道 你们真的都不知道的 我晚上有的时候就想起一些事情 我就会很难过 哭 哭 垃圾 垃圾人 垃圾魂 你们开心 但我也有开心的时候 就比如说 今天当我没有达到1500 然后开清奶茶的时候 然后前辈的粉丝就纷纷过来帮我 我就觉得很开心 我就觉得 哈哈 就有那种 归属感 就是 因为我是这个队伍的 然后 大家纷纷来帮助我 然后 我就觉得很开心 嗯 你们知道 你们知道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吗 哦 你们人呐 你们为什么不讲话 哎 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就是 就是 嗯 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就是 就是 就算我们很长时间不见面 就算我们已经 就是 就是 很久不见面 然后也没怎么出现 但是 就是一有见面的机会的话 我知道 我知道 你一定会来 我知道 你肯定还在 哎呀我不会忘 我甚至还之前生过气呢 因为我知道你 我知道你 我知道你 我知道你取关了我 我知道你 消失了一段时间 我知道你去看隔壁了 所以我有点生气 哎 嘿嘿 嗯 那个小龙虾 确实嫌到我了 刚从隔壁来 哪个隔壁啊 是 是哪个隔壁 哈哈 你说的是哪个隔壁 隔壁团还是 啊我玩了好几天了 我干了好几天了 实在是干不动了 那个一直笑的 一直笑的是谁 晚晚 我就你说笑我就只能想到晚晚 对吧这个游戏玩久了就没意思了 仙剑可以说我感动 但仙剑我还好 我不喜欢那个画风 真奇是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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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的圣人在那个 因为绯闻破产 这我 因为绯闻破产 这我倒是第一次听说 对吧 Z很多人 我没有玩过仙剑 我是看高卫然在玩 有一次他坐在车上 我就坐在他旁边 我就看过他玩 我就看那个画风 很古老 啊 还有这种说法 我天哪 你把这个摸得透透的 摸得透透的 天哪 所以我打算最近不干这个游戏了 嗯 我不想玩这个 我想玩的是 那些画风很可爱的游戏 我就不玩 我就不玩 嘿嘿有游戏 我不玩 你们推荐的 我不玩 也很少玩游戏啊 最近就是玩这个 偶像的这个 爱豆的这个 一直在玩 顺遇时间都没这么玩游戏啊 我到时候玩飞车 玩什么游戏啊 你看看我 我不Q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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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多Q呀 QQ弹弹 不行不能拉了 越拉越掉了 这个肉啊 这个肉啊 它这个皮啊 会松的 很Q的 一戳 这么深的窝 这就是我的肉 这就是我的脂肪 谢谢三元的喜鹊贤枝 谈谈谈 谈走鱼 你们还记得这个广告吗 哦 我想我记起了之前的一个广告 你们肯定知道 说出来就暴露年龄 是一个小男孩端着洗脚盆说 妈妈洗脚 你们有看过吧 看过的我们就是同龄人了 这是我小时候经常看到的广告 还有什么 给我爱吃的喜之狼果冻 我倒是 我倒是 我倒是给我爸妈刷过洗脚水 水 一点烧开我就不管了 小小梦言 我已经 一我没有下 但是我 我是一个很 看 我是一个很图新鲜感的人 就一个游戏我 玩几下我就不想玩了 因为 新鲜感嘛 新鲜感 刚那会直播的时候 我妈给我还打了个电话 我都没接 我现在也没回 不知道她跟我讲什么事情 我觉得我妈 我妈真的是 我妈和我一样 我应该说是我和我妈一样 动不动 其实也没个什么大事 就是想和你打电话唠唠嗑 就是就是想和你说 哎呀怎么样啦 巴拉巴拉巴拉 唠唠唠随便唠一唠 我也是 我对你们也是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 有可能就是闲的无聊 哈哈 我觉得我妈就是 说想我吧 也就一般想 就是打电话唠唠嗑 闲的无聊 我也是 我和我妈 我和我妈 我妈也是那种 很小女人 我妈真的很小女人 我妈什么事儿都听我爸的 就是那种 她可以打破自己的原则 就比如说是 我想 我想 我想去干嘛 我妈不让 她觉得不行 要是我爸 她就可以 她就可以为了我爸 打破她的原则 但她 但是在我这里就不行 谢谢大好吃的应援棒 她好爱她 就是 反正 我 还在家的时候 我爸回来的话 哇塞 我妈做好多好吃的 每次给我就随便搞一搞 我深刻的记着 我妈有一次因为懒 就煮了个面条 放两个菠菜 倒了点醋 香油 还有什么 其他的调料 她就让我 她就她就说随便随便 让我吃吧 嗯 我就很不喜欢吃这个面 肯定是她自己随便搞的 这几个面条 两个菠菜 随便搞了点那个 真的是 人家其他家的小孩子都是 孩子回来了 她妈妈给她做好多饭 哈哈哈哈 我们家完全反的来 我们家就是 以我爸为先 哎 倒也是亲生的 八步的走点走 哈哈 别打扰他们的二人世界 嗯 嗯 是 是这样的 我也是 但是离家离得久了 还是想回去的嘛 还是会想家的 嗯 然后回到家之后 就开始被他们各种嫌弃 刚开始的时候还好 过几天就 过几天就开始被嫌弃 哼 就开始可以使唤我 就看我哪哪都不顺眼 我妹平时也找我 哇 我现在都已经害怕我妹找我 哈哈哈哈 我就觉得我妹怎么老过生日啊 她怎么动不动就过来 她生日了 我妹是一个和我性格完全相反的人 而且我妹 我妹真的和我性格完全不一样 完全没有一点点的相似处 可能会有一点点的 害羞是 嗯 是一样的 但是 真的我妹真的完全不一样 我妹是属于那种 很男孩子的 我妹真的很男孩子 因为 我妹 我妹老觉得我 我 我妈偏心我 哈哈 我妹一直这样觉得 她就觉得 我妈什么事都偏心我 哈哈哈哈 不爱她 你就爱姐姐 不爱她 但是她小的时候我还羡慕她呢 我就觉得我爸妈喜欢她 我就觉得我爸妈偏心她多一点 嗯 嗯 端水好难 因为 嗯 哈哈 我 嗯 我妹就 我妹因为就是 家里也忙嘛 然后 小学 对 现在还在小学呢 小学的时候 就经常在我爷爷家嘛 然后我爷爷家 那些院子里的小伙伴啊 然后 嗯 可能就和那种 就是小男孩 他们一起玩 就 然后我妹现在也就 很男孩子 真的很男孩子 我妹 我妹 还好吧 我妹也还好 我就觉得 哎呀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和我性格不一样 和我爸妈 嗯 也还好吧 也还好啦 谢谢杭静云的香水 哎 这么早就晚安 现在才十点 晚安去哪里 我才不信这么早就睡觉呢 不可以晚安 听见了吗 不可以晚安 对 两个性格 两个性 哇 这你们都记住了 哇 这你们都记住了 我本来有个要心里的 没有改 嗯 那倒也是 我妈是一个 我妈是一个很 就是 嘴巴上 就是嘴 嘴硬心软的人 每次我 就是 一 羊什么小动物 哦 我给你们讲 我有一次回家的时候 当时是高中了 有次回家的时候 然后我们那个 小区不是 中间 楼中间 都有一块 绿化的东西嘛 然后最中间 是我玩的时候 因为 因为当时会约着小伙伴出去 一起打羽毛球之类的 然后 我们在那里发现了一个老鼠 小白鼠应该是 在一个很大的笼子里面 然后旁边还放的凉 然后它就被关在里面 然后 我也不知道是谁 说是故意放在那的 还是扔掉了 反正我就拿回家了 我直接就拿回家去了 但是是个小白鼠 它的尾巴很长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就是 就看着小白说很可爱吧 但是 它那个尾巴 我是真的受不了 太长了 拿回去养 一开始呢我也就是 新鲜感 然后 还可以 就是忍受一下 然后到后面 因为要 换那个里面的 那个下面的那个电料 我就觉得我受不了 我的那个手完全不敢伸进去 就不行 哇我真的受不了 然后还是我妈帮我的 我妈一开始看到就觉得 啊你怎么又拿东西回来又养 家里什么什么 都是你拿回来的 你拿回来你又不管 真的是 然后我妈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是她还会 帮我去养那个小白鼠 真的 就是因为要把它抓出来 然后换那个电料吗 我就不行 然后我妈 我妈胆子很大 可能 因为我也不知道 我妈可能见多识广吧 哇他居然可以徒手去抓那个 天呐我一看到那个 我整个人头皮发麻 真的 然后就帮我换了 然后就在那养 然后养了几天之后 然后我爸说不行 不行就是不能养 他说你哪里来的 我说我捡回来的 我爸还不信 我爸就觉得 又是我花钱买回来 我说真不是 有我妈作证 然后最后 就一起商量了一下 又决定把它放回那个原来的位置 因为说不定是 他的主人不想养在家里 然后可能就是放在了那里养的 对吧 我养了几天之后 又把它放回去了 然后放回去了之后 好像是第二天回来说 他不见了 放回去 当天还在的 第二天我还专门去看一下 他就不在了 我觉得他应该是有主人的 我也不是大胆 我经常还有 我更小的时候 我还捡过两条猫回家养的 本来我是捡了一只 那是我捡的 捡了一只猫回去养 然后当时是养在我爷爷家 然后我 我也有段时间住在我爷爷家 然后我回家了 回家之后也把也把猫带回去了 然后带回去的时候 然后 然后是 都养了一段时间了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又发现了一个 又是在我们家 又发现了一只流浪猫 我又给带回去了 然后我们家就养了两只猫 谢谢大好吃的巧克力 小时候嘛 什么小小鸭小鸡 我也养过 我养的太多 我动不动就捡一些小洞回去养 所以我妈对对于我这种行为很无语 我真的 我养过的 就是 动物真的数不胜数 谢谢SIN 的 应援棒 对吧 就是 最后那两只猫也是被我爸给打发了 哈哈哈 那个猫 就是 也是被我爸打发 我爸不喜欢小动物 他就是 但是 也有可能是我那个新鲜架 我一开始养就很好 养久了 我就不管了 就由我妈去养 我妈养着养着 然后我爸觉得你又不管了 然后就又把他就是好像是送人了还是怎么了 反正就是给弄出去了 还有 他养过那个小小鸡 哇 养小鸡可可爱了 他会跟着你走 他就认妈妈 他把我当成妈妈了 给他天天喂喂食 然后 就是 结果就是我走到哪 他就在我后面 他会叫 他会 他会 揪揪揪揪的叫 然后他就跟在我后面走 我就养熟了真的很好 然后我妈当时 我也是我妈细心照料 因为我当时还要上学嘛 就不能管 只能是放学回来 再能见到我的小鸡 然后也是我妈在养 然后是 是我来了一个亲戚 哇 我那个亲戚的小孩 然后 哎 是我那个亲戚 那个小孩把那个小鸡 我不知道是怎么弄 弄弄弄死掉了 反正就是 他要去找那个人玩 我就 就是就是那个小孩 要找那个小鸡玩 哎呀 我就不开心 结果就给我 那啥了 就很不开心 我最烦的就是那些 就是 不听话的小孩子 就是不听话的小孩子 然后爸爸妈妈 也就是也会惯着他 就什么都由着他 我就不喜欢那种小孩子 都没我都没有养大 我还养过螃蟹 我给你们讲过吧 我养过螃蟹的 也是好奇心买回来 但是这个我妈就不管了 我妈不管这个 我妈觉得对于可爱的 她会帮我养 但是不可爱的她不管 养了 买了几只螃蟹回来 结果她跑掉了 忘了养在哪 反正就是她跑掉了 跑在我们家 各个角落 找不到了 然后我妈当时还跟我开玩笑 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她就顺着那个 你的床单爬上 她就会夹你 我养过很多很多的动物 动物的 我不是讲过吗 之前也是 我 养那个养狗的时候 养萨摩的时候 也是一开始不同意 但买回去之后 我妈就觉得 一边就说 你怎么又弄回来一条狗啊 真的是 家里啥你都往回带 然后一边又 啊好可爱呀 我也养过鱼 我是 买就是那些小鱼看着 就是 就是路边边人家拿一个小的 一个很小的这种瓶子 就是小瓶子里面装一条鲸鱼 然后像个挂饰一样的就摆在那里 然后我就好 觉得好玩 然后我又 我又买回去了 然后买回去之后 鱼嘛 又不能抱 又不能轻的 我就 买回去我就觉得 不敢不感兴趣了 觉得不好玩 我就不管它了 然后我妈就专门买的鱼缸 还专门弄的那些 就是专门给它弄好 然后养着养着 甚至还专门买了那个 养的是那种 热带鱼吧 应该是 反正就是要有水温的鱼 很小的鱼 之后我妈 我妈可能对养鱼感兴趣了吧 买的那个小的 那个 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东西 然后里面还有专门的花花草草 还有专门加热水的那个什么东西 然后买了很多的那种观赏鱼 应该是 放在那里 专门放在我的卧室 然后我也不管它 然后 哇 然后有一个 有一个鱼是个大肚子 它都下载了 嗯 当时很可爱 但是它妈妈吃掉了几个 最后那些小鱼仔 那小鱼仔真的养不活 反正我没养活倒是 吃了一部分 但是还剩了一些 我就是没养活 怎么都没有养活它 哦 还有小蝌蚪 小的时候 我们全家 还有我小姨家 我们一起去哪里玩 然后去划船 然后划船的时候 有蝌蚪 然后 然后我妈和我小姨 就拿那个水瓶 装了很多很多的蝌蚪 然后但是当时是夏天 就很热 然后我拿回来的时候 然后已经全部over了 就是 死掉了 就没有活的了 但是我小姨那边 他们活了一只 然后但他把那个真的养大了 都已经长腿了 但是养大的时候 他们说那是个癞蛤蟆 就给 就给放了 他们说养大的那个 那个蝌蚪是个癞蛤蟆蛤蟆 不是青蛙 就给把它给放生了 嗯 我还去他们家玩的时候啊 我还看过他们养的那个蝌蚪 我小姨也是一个很 很有童真的一个人 和我妈一样 因为他们 亲姐妹嘛 所以就 啊泉水水会死的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就是没没弄活呢 我拿回来的时候 我就已经全部死掉了 我小姨他们养活了一只 还养过什么呀 反正养过很多很多的东西 都是我妈帮我养 我最喜欢的还是狗狗 蝉宝宝 小虫 我买过蝉宝 吧 但是那好像是 最后也没有见一条活的虫子出来 那是骗人的 就是 学校门口的便利店 就那五毛还是一块 小的时候 就卖那种残宝宝 就拿回来 就也没有养活好像 因为我一打开 我没有见到一个活虫子啊 我就觉得都是假的吧 骗人的 骗人的 我不知道 反正我买回来了我没有见到残倒是 所以我还有想法说把葡萄要不然弄回家 因为我妹 我妹眼缠我的猫很久了 我妈还打电话问我 什么时候把你的猫猫接回来呀 你妹妹想玩 你妹妹想养 不是养不我 是我买回来包装袋 我都没有见到铲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 买回来看啥都没有就给扔掉了 也没有说养 我觉得我妈是喜欢动物的 我妈其实挺喜欢小动物的 尤其那种长得很好看的很可爱的 我妈绝对是 很喜欢的 但是我爸不喜欢 我就觉得 我妈就是为了我爸 所以表现出 不要不喜欢那些动物 但是他一看到他就觉得好可爱 他会和他们玩 小的时候还养过小土狗吗 也给你们讲过 自己花钱买的 买回来之后又骗我爸妈说 这是我捡的 我不敢说这是我买的 然后 那个小土狗养大的时候 他就会对着门口叫了 他就 他在我们家对谁都亲嘛 但是就是 就是外面有什么动静的话 他就会对着门喊 我妈还觉得 你看小狗长大了 知道 知道认人了 知道对陌生人叫了 对 我爷爷也养狗 我爷爷主要是 之前还住在城里 然后 他现在和我奶奶回老家住嘛 就去老家住了 然后我爷爷 我爷爷之前的时候就养过狗 但是我爷爷 之前 之前我爷爷养狗 是因为说 他要给他的那个朋友 送一条狗 结果他把狗看好了 然后要去的时候 人家已经有了 他就只好自己养 我爷爷养的狗是那种很 很像警犬的那种狗 就是 就像警犬的那种狗 就是那种狗 他就喜欢那种狗 然后 我爷爷对那只狗也很有感情的 就是 经常出个门 然后 爷爷 骑个摩托 然后 前面不是有 那个他脚的地方嘛 然后 他出去遛狗 他就把狗 让狗乖乖的 坐在他的那个脚边 就坐在那个正中间 他就开个小摩托 出去遛 就很乖 养的也很乖 但是那个狗 我就觉得他挺凶的 我小时候 不喜欢那种狗 我见到会害怕 然后 有一次我和我妈 在我爷爷家 然后我爷爷当时没有在 然后那个 狗 就是 挣脱掉了他 那个脖子上的那个绳子 直接就 冲进来 然后冲进来之后 天哪把我吓得要命 我和我妈就在床上 我的妈就死活不敢下去 我们两个人 天哪 我爷爷回来之后就把他 拴起来了 鸭子 对就是那种大狼狗 他现在又养了 他现在不是回老家住了吗 然后他又养了两只 他喜欢那种凶的 他回去的时候 呃 养了一只 但是那只狗嘛 嗯 就比较粘人 就不凶的那种 他也会对着陌生人叫 但只是叫就是不是很凶 然后我爷爷就觉得不行 他要养着很凶的 然后又买了一只回来 养了两只狗 很凶 真的特别的凶 我爷爷就喜欢这种的 我们老家还养了个兔子 嗯 但是我也只是听到的 我没有见到过 我只是听 我爷爷说养了兔子养了鸡 嗯 口红是我嘴巴干了 我再补口红也是 是干掉的 嗯 之前的那只狗被我爷爷养的可 迅的可乖了 真的很乖 但我就觉得很凶 就是啊 就是每次我爷爷天天遛他 骑个摩托 他就在那个那一坐特别乖 我爷爷喊什么他就听什么 他让他坐下他就坐下 所以我养狗的时候 我就我也会教他 不是不是让他跟着柳 是他坐在摩托上 他我爷爷骑着摩托 他坐在那个放脚的那个地方 他坐在前面 他对他应该是蹲在那里 就那样 我爷爷不牵绳出去溜 他就是 他也听我话 但是我得喊几遍他再听 可能是我的威严度不够高吧 我让他坐下 他得看心情 他心情好了 手里有吃的他就 说一遍他就坐下 他要是懒得理你 我得说好几遍 我说你坐下 坐下 坐下 他才坐 我们不吃的 不吃 啊 吃的话就太那个什么 啊 倒是也吃 吃鱼 把鱼养大了就会吃 吃掉 这是真的会吃 他养什么呢 反正我就觉得 我将来 我将来如果有自己的小窝的话 我还要养狗狗 嗯 我们那边不吃猫肉 但是有人吃狗肉 猫肉谁吃猫肉啊 你说这个鹦鹉 我妹也是啊 我妹也很喜欢小动物 然后他小的时候 他小的时候出去和我爸出去 他们俩不知道去干嘛去了 反正就是出去是买菜还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们的那个菜市场 那是菜市场 然后他的分支是花鸟市场 我妹和我爸受我妈执命要去买菜 他俩买了两鹦鹉回来 我就很无语 回来的时候我爸说 我妹就要看那个 就非要就买下来 要不然就不走了 他俩就买了两天鹦鹉回来 还带笼子的 就挂在我们家养 没有没有没有吃 然后我们还教他讲话的人 他就是不会讲话 就是不讲 最后养了一段时间 我妹也是没有新鲜感了 我妈对于鸟也还好 我妈也不喜欢鸟 就交给我爷爷 让我爷爷去养了 我们家真动物园 哇我们家以前养的那个小土狗 真的是我们出去 我们出去玩了三天吧 然后我就一次性 把他的吃的全部给他 就是放满 结果回来的时候 我妈还养花 他把那些花全部刨开了 根都漏在外面 我妈气得要死了 那些全被那只小土狗给糟蹋了 我那个小土狗叫胖胖 哈哈哈哈 叫胖胖 没有一天就吃没了 我是放了很多很多的 他肯定肯定是要够吃的 蝎子不吃 对我们家真的什么不养了 就扔给我爷爷了 或者是我爸 要不就是送回老家了 要不然就是他送人了 而且大多数动物都是我造回去的 我真的哎呀真的是 我们家没有老鼠 哈哈哈哈 哇有老鼠还得了 我们家没有老鼠太恐怖了 他是养过老鼠 还养过仓鼠 我仓鼠给养丢了也是养丢了 然后是我们家搬家的时候 神奇吧 他居然活到了搬家的时候都养丢了 然后搬家的时候我们沙发被凿了一个洞 然后那个小小仓鼠在那个沙发洞里 是他们是他们发现的 对仓鼠不好养 是真的不好养他老跑 他老是会 跑 就有一次很神奇 我我不知道我是干嘛 反正就是跑掉了 跑掉了之后 我知道他躲在冰箱下面 但是我把他捞不出来 对 然后我那次出去我们全家吃饭的时候 我爸说我们家啥都养 我们女儿给我带了两个老鼠回来 放在我们家散养 哈哈哈 本来在笼子里关的好好的 他就闲他就非要拿出来玩 然后呢放我们家散养 哈哈哈 我说那明明是仓鼠 我爸非要说我带两个老鼠回来 无语调 谢谢 谢谢小酱的五个巧克力 仓鼠臭 仓鼠会臭 但是你要经常给他换木蟹 对他真的会吃 而且他会吃同类 但 我来中兴的时候也养过仓鼠 他给分十了我就不敢养了 嗯太可怕了 太可怕 主要是 然后嗯对是这样的 养龙猫太贵了龙猫养不起 而且龙猫还好吧我看着龙猫也觉得还行 就是那种一般的龙猫 嗯 就是那种特别好看龙猫就很贵 买不起 主要是 我们中兴养有养鸡的 哈哈哈 我还是最喜欢狗狗 因为狗可以挖 狗就是那种无论你怎么样 他都会跟着你 他都会黏着你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 你打他也好 骂他也好 他无论怎么样 他都不会抛弃你 嗯 我就真的 我就真的很看中狗狗这一点 我就 我所以我还是很喜欢狗狗的 狗狗可以抱着睡觉 我家狗以前的时候 他就老和我挤着睡 我躺在床上的时候 他不很大只吗 他就上我的床 然后就在我的背 哇 整个人一怕 我整个人都要往前震一下 他太大只 然后他还要靠着我 夏天时候真的太热了 救命啊 我每次都是要把他踢下去 所以我很喜欢狗狗 谢谢小匠的我哥巧克力 我也不知道是个还是鸡 反正就是 救中心真的有 葡萄嘛 哇 葡萄 千年 能被翻牌子一次 葡萄有的时候在我床上睡 我真的感到的是震惊 赶紧先拍两张照片 纪念一下 他很少在我床上睡觉 小的时候会在我床上睡 经常在我床上睡 长大了他就不了 他很少上床 不行 我不打地铺 哈哈哈 我不为 我不会为我家狗打地铺 但我真的很爱狗狗 啊 可心疼了 小的时候 就带着我那只胖胖的小土狗 他就叫胖胖 出去给我的小伙伴炫耀 结果我小伙伴做那个 就是健身题材的就是公园就老会有那些器材嘛 他在那里蹬 一脚踢到我的狗 我真的真的在那里心疼了半天气死我啦 对猫傲娇 而且猫有脾气 狗 狗的话真的是 狗比较调皮 但他又很笨 他明明那么调皮 你就被气的不行 然后你凶他的时候他就委屈爸爸他知道他自己错了 他就低个头 他还有他还要那种 这样抬个眼睛然后再看一下你他知道他错了 啊你就看到这一幕你就觉得哎呀太好笑了 还是会原谅他 姑妈 葡萄就是小男孩 他今天一岁了嘛 他最近比较黏我了 最近我给他买了很多很多的零食 然后我之前 之前的时候 我每天一起床我就喊他他还会过来 自从把他绝育了之后 我 喊他他不理我的 怎么喊他都不理我 然后最近给他买了很多很多的零食 我每天给他喂很多 什么肉啊各种的吃 然后 最近我就是一起床一有动静他就跑过来了 他就是来找吃的我知道 他就是饿了因为我每次起床就到下午了 他之前的时候 然后他早上还会叫他饿他非要让我起床给他弄吃的 然后 之后呢他可能就习惯了我的作息 他就不叫我了他就等到我睡醒给他弄 然后最近就是 他等到我起床了之后就过来找我 一听到我这边有动静他就过来了 哈哈哈对他早上放弃了 对要演戏的就是没有演戏 我忘了我当时是干嘛了好像也是因为 要出去干嘛的就要收拾行李就要走了嘛 我走的也很 着急 我就直接就把他送去那个 医院那里 然后直接就说啊去做那个绝育 然后正好帮忙照顾几天我过几天过来接他 拒绝给他做了 亲手把他递过去 哇 回来他就性情大变 他回来刚开始那一天凶的不行 你碰他他都很凶 他现在好一点了 哈哈 现在好了给他喂吃了他就好 他就是 都懂他就是为了吃的屈服于我 我 哪个家我还真忘了好像是中心附近的那个叫 福 福什么医院来着我忘记了 反正就是在中心不远处 贪心碎了 哈哈哈一定要演戏记者一定要演戏一定要演戏 一定要演出那种啊不行我舍不得你 我家狗可怜我家狗为啥可怜我家狗已经好久不见他了 我家狗狗 我觉得 有的时候吧就自己还小 自己小的时候糟蹋了好多生命啊感觉 因为啥都养过 但是小的时候嘛又不负责任 就是为了好玩就把它弄回来养 真的我还养过 我还养过荷兰猪 那个是那个是那个是我的朋友 当时是对是我的小伙伴诱惑我养 他他自己说我们一人买一只我们俩一起养 我就说我不想养 因为我们家实在是太多动物了 他非要说我们一人买一只 哎呀最后就我就和他养没有 那个真的太难养了 而且他跑的怎一块 不是猪啊不是猪 是一种类似于和仓鼠一样的生物 不是猪哦 是荷兰猪 但他不是猪是一个很大类似于大号的仓鼠吧 反正 就比一般的仓鼠很大 但就不是猪 那我怎么知道他为什么叫荷兰猪吗 我还真的有有想养那个小花猪的那个想法来着 但就是 理智战胜了我 我还是没有养那个小花猪 因为我看到 有曾经有一个明星 他们家养了一个小花猪 而且是花高价买的 然后养之后 他养大了 他真的养大了 我就想算了 我才不信那个什么小花猪呢 我还想养那个叫什么水赖还是水懒来着 那个可爱 就是那个在水里这个怕大手的那个 不知道叫水赖还是水懒 想养那个 啊是水啊水塔对不起 哈哈原来就水塔 是水塔 那个那个好像那个好像挺贵的吧 我记得 好像挺贵的 然后我还看过外国人会养老虎 外国人 啊我不是养吧 反正就是我在抖音上刷到的 就外国人喂那些老虎宝宝 哇我记得好可爱呀 果然是猫磕洞 我真的太可爱了 对我果不能养 我之前有想养过猴子 我就觉得我可以把他当娃养 我让他给我 就是去拿外卖 真的我没有别的诉求 我只想让他去给我拿外卖 我真的懒得拿外卖 真的外卖点来我就甚至 哎算了不吃了 因为我实在是懒得下去拿 哈哈哈 然后 但是猴子也不能养 因为猴子也是 呵呵呵 不是养不养的问题 是能不能养的问题 猴子也不能养 所以猴子也只是想一想 小的时候我还在我爷爷家的时候 我爷爷很爱看人耍猴 他就带着我去看人耍猴 我爷爷喜欢看戏 然后喜欢看人耍猴 就那种街头的 就那种街头 或者有什么活动啊之类的 就有人去耍猴 我喜欢兔子啊 但是兔子其实也很难养 兔子是真的难养 兔子的肠胃很脆弱 和葡萄一样 葡萄也是肠胃很脆弱 对兔子也会很臭 我就是熟兔的 小熊猫 哎小熊猫好像可以 我也不知道 有的呢他就不能养 国家规定不能养 哦是兔子兔子那个 嗯 会那个 你们就吃 哼 对啊怎么可以吃兔兔 感觉我现在妆容 已经没有刚开始那么好看了 因为我的嘴巴干了 感觉 这一瓶水都让我喝完了 哎我小时候还真的想开个动物园 但是我没钱 哎我只是想一想 小的时候倒是想开宠物收容所 动物收容所 狗宠物之家 嗯应该是 小时候想开个宠物之家 现在就觉得 那只是一个梦想 好家伙 自己都养不活 养什么 动物啊 我之前看那些国外的一些狗狗的救助视频 嗯就觉得很受触动 就觉得我将来也要做那样的人 结果发现自己都养不活 先把自己养活再说 小时候看那些傻猴子 就很可爱 那些小猴子老抢 嗯那个人的帽子 他就不听话 但就不听话 就是他的卖点 就觉得很搞笑 我爷爷就很喜欢看 我爷爷每次带我去看戏的时候 我就真的 嗯嗯 我觉得好煎熬啊 怎么时间过得这么慢 怎么还没结束 唉我就陪他看 呵呵 我爷爷就坐在下面看 我陪他看 我爷 看着看着他 一时兴起他还给我讲 他说 这个人怎么怎么 你看那个人怎么怎么怎么 我就在 嗯 哦 哇塞 但我不喜欢看 就觉得 嗯 哈哈哈 不喜欢看 我的童年 我的童年 我的童年还挺欢乐的 就 现在回想起之前那些事情 就觉得好开心啊 真的好开心呀 然后现在 啊 我小时候也是因为在我爷爷家住过一段时间 所以我也和一些呃院子里的小伙伴也玩的很开心 然后 就是 因为院子里也有男生也有女生嘛 我们就在一起就是尤其是人多的时候 我们十几个人在一起玩电棒 你们知道电棒是什么游戏吗 然后 就我们十几个人在一起 就类似于捉迷藏的游戏 就是 分为两拨人 就是一小拨人和一大拨人 那一小拨人就负责找我们 我们要躲起来 然后当时那个院子 然后外面还是 就是 就是吃的地方比较多嘛 所以我们跑的都很远 然后就找的会很累 但是 玩的很晚 然后 就是会拿一个物品 就比如说这瓶水 就他就是电棒 然后就要把这个东西藏起来 然后我们负责躲 就是我们要去找这个东西 但是我们找这个东西过程中 不能被那些人发现 发现了的话 我就忘了是什么了 我都忘记游戏规则了 反正就是我们躲 然后如果我们拿到了这个东西 我们就要喊一声什么来着我也忘了 然后游戏就结束 我们就胜利了 好好玩小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玩这个游戏 尤其人多的时候 然后小的时候我还因为 因为一件事情和我们院子里的那些小姑娘 吵架了 因为就是 就是有一个小孩 他爸妈妈给他买了个翅膀 我们都没有见过那个翅膀 我们看到就是 当时还有一个很很火的那个游戏叫小花仙 然后 他爸妈给他买了个就是戴在背上的翅膀 我们都没有见过 然后见到他的翅膀的时候 我的天呐 大家都想去戴 然后但是我和他关系很好 然后他居然 第一个人 给的不是我 他居然给别人戴 然后我就因为这个事情和他闹掰了 我就觉得你怎么能这样呢 我和你关系最好 你不先给我 然后我就很生气 我就回 我就 我就先回去了 然后 先回去之后 我还哭了一鼻子 我觉得很难过 然后他们还来我家找我 然后 哇 我那一刻就感受到了重心捧月的感觉 对就是巴拉小魔仙的那种 他们来找我 他们说 你带吗 你带吗 你一直带着 他们不带了 我就一直带着那个翅膀 和他们玩我就一直带着就没有再摘下来过 啊 我就觉得好幼稚啊 当时 还有就是 因为 因为我们 我们那个院子也有就是 哎呀 反正就是 就是有一个小孩 然后 大家当时小的时候 那是我还很小的时候 家里还没有养狗狗呢 他抱了 他们家养了一只狗 我们也都很羡慕 哇塞 他那天还抱着他的狗 出我们就觉得 哇 你们家让养狗狗好羡慕呀 他抱在怀里很可爱 然后我们都想去摸 然后他就给了我 我就一直抱着他 我就觉得哇 好棒啊 好可爱 然后从此 哈哈哈 我就什么都往家里带 遇到可爱的东西 我就往家里带 没有被勾呀 就开启了我 不断不断 哈哈哈 买小动物 还是捡小动物 还是捡漏小动物 都往家里带 通通都往家里带 我妈就跟着我屁股后面一样 哇塞我在这直播了好久了吧 我感觉我直播了好久才一千 一百多人 然后我刚才 下面直播的那一伙伙 我突然就 大家都拼命的给我刷 刷到一千五 很棒 我也不是紧张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在 人多的地方我就放不开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人多的地方我就 我就蔫了我就 我我手都不知道该放哪我就不停的 哎呀放哪都不对 我就很拘谨 我也不知道我射口哈哈哈 真的在人多的地方我真的无所适从 我真的就 就是 就比如说出去的时候 别人给我搭个话 啊我都会紧张一下救命啊 该怎么办 我害怕 剧本沙是和小凳子他们玩啊 我这有什么好紧张的 小凳子高卫然 刘谷 这没什么好紧张的 嗯 一到大厂就是也不算大厂一到人多我就放不开 我就哎 我不知道 就是 也不知道讲什么也只会傻笑 哈哈哈哈 哇哦 哇哦 嗯 外面的剧本沙我没有去过 但我想去 想 倒是想去 没人陪我去 呱 呱 我和小凳子长 我们俩发型就不一样耶 哎 之前的我还是长发飘飘 现在的我 现在我都不化妆 我都不敢照镜子 哈哈哈哈 嗯 小凳子他们出去了 他高卫然还有灰灰 他们出去了 他们出去了 嗯 受恐我也是 我也受恐 我对于那种不熟的人 我宁愿就是 我哪怕特别特别想去 我因为不熟 我也可能就 嗯 不去了 我得减肥 我要减肥呀 我不能再碰啦 上镜真的不好看 真的不好看 不是说直播不好看 是上镜不好看 就也许 这个脸型 这个脸型在线下看是差不多的 但是上镜 一上镜就废 哎呀 这几个月 这几个月没有工 不是 是最近这段时间没有工耶 我真的实在是剪不下去 嗯 谢谢小家的20个巧克力 圆脸是显可爱 圆脸显得元气 然后年轻 当然我本来就年轻 我也不老 对我又换了一瓶水 夏天到了就特别 嗯 喝的水多一点 平时都不怎么喝水的 水就要没电了 就播到这儿吧 啊 就播到这儿吧 我要下播啦 拜拜 拜拜